浑然天成的歌聲伴隨緩緩前進的步伐 德本慈濟志工帶著來自台灣的愛心大米 來到威廉王城東陵發放 四天之內要完成八場不同地區的發放 大米的放置是很大的問題 這次還好有志工張朝聖支援長途運輸 三天分三批 從伊麗莎白港運來九百包大米 讓八個社區的公食站和793戶家庭 都能順利領到大米 發放的同時 志工也分享慈濟的故事 原本場地定在本土志工的家裡 沒想到一下子湧進了兩百多人 志工靈機一動讓一半的人挪到了戶外 由高齡70的本土志工綠度介紹慈濟 而等待用餐的孩子們則有66歲的慈地像個孩子王一樣 帶動大家唱唸佛號 愛米條祖 阿米喬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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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彌喬祖 阿彌喬祖 阿彌喬祖